夏克力算異國婚姻 但她這個台灣的融入度很高 她等於是台灣女婿 但是我們已經沒有 把她當外國人看了 沒有 因為她那個 她第一次看到的台灣人 就是佳仙傑 你也是愛上 然後結婚以後 來了台灣之後 看了還有這麼多啊 我真的結婚了 入寶山後悔了 這麼笨 怎麼辦 你笨吧 夏克力 我剛剛講有沒有後悔那一段 你一直要想說話 你有什麼話想 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有點聽不懂你的問題 意思 好來 結婚第二球 應該是夏克力吧 夏克力吧 沒錯嘛 對 來 夏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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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就在這裡好了 七奴 你這麼怕 不要自信一點 七奴啊 我跟你說原本不能上這個通告 因為我老婆說話題是什麼 我說怕老婆 會講我的事情啊 不要上 你會講我的什麼壞話什麼的 我說你沒有什麼壞話 可以講喔 我說 我上這個一定是 連上這個通告都要問過老婆的同意 是 真的要 那坐上來面是應該的 來 嘉芊 嘉芊可是 不得了 犀利喔 激性質喔 總多足喔 厲害 我老婆是那種很High的 可以很 可是 我跟你說 沒有 沒有大罵過 唉唷 我沒有一次生氣的大罵我過 講戲話那種沒有 他生氣的時候 就變超安靜 不講話 不講話 這種很冷酷耶 冷酷耶 冷酷耶 是一道穿白洋裝去彈鋼琴 這是神經病吧 好 OK 準備來第二階段 咱們要舉牌了 手上有圈插牌對不對 做任何事情 只要是你老婆說 NO 不准做 自己就絕對不會去做的 請舉牌 開始 輕盧呢… 你不用問了啦 嘉謙說什麼你就什麼 沒有 調理那麼白對不對 好誇張 我喜歡騎摩托車 真的嗎 我覺得 有一點煩惱的時候 就去騎摩托車 去到山上什麼都開心 然後我老婆說 我不喜歡你騎摩托車 我希望你賣掉了 太危險 我不要 我超愛我的摩托車 我不要賣掉了 那你跟他講啊 你賣掉你的鋼琴 我就賣掉我的摩托車 可是你知道嗎 攤鋼琴 是 沒有摩托車那麼危險 下一幕是什麼嗎 什麼 什麼 變成你在彈鋼琴 他要再去摩托車 角色誤換 所以我去加拿大 你知道嗎 去工作在加拿大 從加拿大回來 我就 摩托車在哪裡 他賣掉了嗎 然後我說 摩托車在哪裡 你有賣掉 他說我沒有啊 被偷了 他說我沒有賣掉 我送給樓下的伯伯 送給樓下的伯伯 送給樓下的伯伯 樓下的老王 那不如賣掉 因為他的摩托車壞掉了 然後就不要我 其實也 我一直不買掉 所以他就送給他了 我跟你講 好傷心喔 怪怪 然後不敢再買一個 或是他會送給別人 又送給別人 我都沒有摩托車 我明天跟你去哈雷 有新車 真是的 好 送一個哈雷我會更辛苦 吵架的時候 你會是先認錯的那一個嗎 有的話舉圈 沒有的話舉叉 你是先認錯那一位嗎 請舉牌 我老婆以前從來都不說sorry 他不道歉 不道歉 他不說sorry 家添很硬 他滿硬的 他不想說道歉 可是他後來開始說 他開始道歉了 他開始講sorry 我們跟你講話 就是要你在家裡 其實壓力很大 是嗎 因為你頭髮都白了 正常人不成 我喜歡騎摩托車 對 摩托車 我喜歡我的摩托車 可是他沒有放咖啡 我覺得放咖啡是更好的 因為說一個sorry 有一些人 譬如說歐弟 就是說sorry 就是沒有那個意義 沒有那個誠意 對啊沒有誠意的 就說sorry sorry 反正用說的就不會痛 對不對 有 有 有跳 他們 神經病了 有 很累 還有一集 下次用跳的嗎 發告寫得很清楚 就是 鬆緊痛 如果是鬆緊有什麼黑青 或是任何的傷 就是 他說 鬆緊痛 這樣而已 那算是間鋸嗎 不是間鋸啊 那個 失訊 沒有一次他有講說 我有對他做任何的那個 暴力的事情 都沒有 金周刊裡面講說 他沒有身份 什麼什麼 哭哭 他一直沒有住在加拿大啊 五年內 要住三年 全部在加拿大 他可以有加拿大的PR 辦好 Vicky的朋友幫家謙 辦好他的主流 他在幫他辦 所以他說沒有在辦 我沒有幫他 我幫他準備很多照片 報告寫得很清楚 就是 鬆緊痛 我有說鬆緊有什麼黑青 或是任何的傷 就是他說 鬆緊痛 這樣而已 那算是間鋸嗎 不是間鋸啊 還有我們那天的所有的資料 如果你看我們的WhatsApp 我們的WhatsApp的那個 那個 失訊 你會發現說 沒有一次他有講說 我有追他做任何的那個 暴力的事情 都沒有 如果我有追他 就是拿他 要這樣子撞他 他們說的 搭冰箱出滾球的 撞他 他應該會跟我說 你怎麼會這樣子做啊 或是提到 可是沒有啊 金周刊裡面講說 他沒有身份 什麼什麼 哭哭 他一直沒有住在加拿大啊 你要住在加拿大 你要住在加拿大 好像要在 要住 五年內 要住三年 全部在加拿大 再可以搬加拿大 他可以有 加拿大的PR 呃 他的主流 他在幫他辦 所以他說 沒有在辦 我沒有幫他 我幫他準備很多照片 他要我辦 已經有在辦了 在辦啊 然後我要找很多 我們結婚的照片 什麼時候還記得嗎 呃 一直從九月到 到他說我 我家暴那時候到十二月 呃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 一直到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 他把我抓走的時候 我們再辦 我覺得 架暴也很不好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是一種架暴 男生也會被架暴 男生也會被Bully 好不好 女生也可以弄男生 可不可以到發院去 可不可以發院 可不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他都不說 他不講話 因為他其實都是在騙你們了 也請別人來騙你們了 然後我很有自信的 會去告這些人 郎居雲 我會告你 鬥志孔 我會告你 湯小姐 我會 我要去避免 被爆家暴 黃家謙 夏克里激動不忍了 將提告狼組運 鬥志孔等人 小姐姐 有打算開張什麼樣的找見嗎 你都還好嗎 對面狀況如何 謝謝關心 謝謝 謝謝關心 謝謝 黃家謙2022年結束 和加拿大前夫 夏克里16年的婚姻 兩人時常隔空個說個話 然而今早又有翻篇 週刊報導 一名聲稱是 夏克里加拿大鄰居的董姓女子 指證夏克里對黃家謙確實有家暴儀式 甚至還有口頭的死亡威脅 夏克里聽聞也不忍了 21號下午火速召開記者會 表達三點訴求 訴求一 都是黃家謙在放話 我為什麼會跟你們這些講話 是因為我講的都是屍屍 然後我每次都拿paper出來要給你們看 因為都是屍屍 狼君有在嗎 他有看到這個東西嗎 或是黃家謙有跟他講這個 所以他跟你們講的 我受不了 他都不說他不講話 因為他其實都是在騙你們了 也請別人來騙你們了 然後我很有自信的會去告這些人 狼君我會告你 鬥志孔我會告你 湯小姐我會 我要去監獄 我從來沒有家暴 我自己看 我沒有看到他在中間 他從這邊跑到這邊 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自己刮臉 可是不是我做的 因為我離開他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事 因為我從來沒有答他 我覺得 家暴也很不好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是一種家暴 男生也會被家暴 男生也會被Bully 好不好 女生也可以弄男生 訴求3 想見家人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我就是想要看到家人 可不可以到發言院去 可不可以發言 可不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而黃家謙針對這次風波人為發言 經紀人回應 先前能說的都說了 目前台灣的訴訟還是盡心中 一切尊重司法 可以說的時候 家謙一定會說 我們如果是現在打官司 各方面 我們真的不能講太多 否則我們認識家謙多一點 認識家謙少一點 或者怎麼樣的 我覺得都不公平 沒有跟家謙姐在 有聯絡過嗎 有聯絡過嗎 還是 都是透過的 在哪裡 我們有試試看 早就試試看 用那個不是律師 用那個 就是中間人 就是那種 特別做中間人 每次試試看都被推掉 然後也是 台灣也有一個通知 在我們離婚之前 有一個通知說 可以先mediate 傑森 傑森 誰說 學衣商嗎 學衣商 學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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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貪和結的東西 然後他們有送 那個貪和結的到 台灣人家 所以我沒有收到 所以他就說不成功 因為 知道有不容易 然後 所以沒有辦法 看到 最好是 要有女士 可以好好地 成功 要 兩個人都在後面 再可以做 一些事實 剛才你說 你的經紀人 把你的戶頭的錢 全部都收到 他的經紀人 這樣多少錢沒有 那是我 大陸的 GT 別人 把它放進去 他有 跟我簽一個合約 然後 那個合約 我的錢 然後我女士 又到 另外一個人 之後 好像 我有拿到 那個合約 有改變了 因為我那時候都一直在那邊 拍 我在說 夏克里很久沒有拍 不是 我就是都在大陸 不是 澳洲都在拍 然後美國 然後 我的錢 都 所以 然後那時候他們有說 他有給我10% 我賺了錢 我拿了10% 因為我要 親別的演員 親導員 親人家去吃飯 什麼的 然後我沒有錢 所以他們有給我10% 我可以去領錢 我的工作 工作方面 有些利用 可是 第二個 全部到他的路口 通不到 他的錢 就是 不知道 還在那邊 或是這裡 房子也是被賣掉的 房子賣掉的 然後那個錢 他說 到加拿大 但是看錢是 他買掉那個房子 的時候 那個房子就完全賣掉 然後 他們之前都忘記 那個錢 沒有到加拿大 還在這裡 有人說 你家暴 你覺得你之後 不會有工作嗎 所以現在有靠 教訓 教訓 我會 因為一開始 可能教訓 不知道做什麼 因為 我以前是小朋友 就是 做 說 好可愛 現在說 有家暴 心上是 我也會覺得說 好 我看那個 我看那個 你應該沒有家暴 可是我會覺得說 可是真的 沒有嗎 就是有可能 那個有可能 已經夠 人家就會覺得說 我怕 我怕有 我也會啊 如果人家說 他有家暴 然後我不覺得他有 可是 有可能 不知道 心上不見 你現在是沒有收入 沒有什麼收入 沒有什麼收入 我會可能 開始招英文 我現在是用 從銀行借錢 然後 有一些朋友 和家人 有很可愛的 很多台灣人 跟我說過 送你幾百塊 九塊 因為我覺得 不好意思拿他們的錢 因為 我是有錢 被放錢 然後人家 就是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 幫我 給我錢 不好意思去 因為 就是 那你這兩年打官司 有算大概花多少錢嗎 呃 二十四萬 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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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四十嗎 二十四萬加幣 一比四十嗎 蛤 會率是不是現在 二十 我不知道怎麼 二十幾萬 好像上百萬 就是好幾百萬 呃 五十 五十 他都五百萬 大概五百萬 瘦很多 瘦很多 壓力 壓力 可是我去年 更瘦 我覺得 所以瘦幾公斤 我現在 我以前 六十七公斤 七十六公斤 我現在 六十九公斤 可是我每天游泳 然後 差不多每天游泳 這裡比較難 我住的地方也有 然後 昨天 也有 一公里多了 然後 常常移動 走路 然後 我努力 我長很多 可是我覺得 那些東西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我律師根本說 不要講話 不要講任何東西 不要講話了 你去講話就完蛋了 我不講話 改變不了法力 大男星夏克利與黃嘉謙 16年婚姻在2022年畫下句點 兩人離婚官司纏送至今 甚至扯出家暴一說 今天的新聞說 有人在過頭巨傳的尾牙 開玩笑與黃嘉謙說 嘉謙 你最後一次被打是什麼時候 你覺得 一個過年的尾牙 是一個好時機和地點 去開家庭保利的玩笑 我跟你說 任何時候 都不是一個好時機 開家庭保利的玩笑 你覺得 一個真正被虐待的人 不會有一個巨大的 瘡傷 黃嘉謙的回答是說 我看間劇 我跟妳說 他沒有間劇 他有被假包 因為他沒有被假包 只有間劇 他一直撒謊 假裝他是受害者 一直說有間劇 我要問妳 妳的間劇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這是我老婆加拿大的律師 她在 1月 2024年的1月 已經在開始 是假拿大的離婚 我有先開始在這裡 她把她抓回去台灣 我就過去那邊 開始做離婚的動作 她現在抓回來 為什麼 因為她不要在那邊輸 讓大家知道 其實她在騙 沒有 架暴 讓大家知道 其實她開始誤告我之前 已經把公司關掉 把錢躺起來 把房子買掉 把錢躺起來了 這個不是她死計而已 你要想說 有一些律師公司 他們也會叫人家怎麼做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